在这个蔚蓝的星球上 一片浩渺的海洋延伸至天际 生灵在其中翩翩起舞 演绎着生命的传奇 紧邻着广阔的海洋 闪耀着四座城市群 共同构成了世界湾曲的灿烂星河 其中一颗耀眼的明珠 便是中国粤港澳大湾曲 在这个现代化的湾曲中 隐藏着约两千头珍贵而宾威的生灵 中华白海豚 他们是这片海域的守护者 与人类共享着这片蔚蓝 现在 我们即将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 去探寻一个 关于粤港澳大湾区 与中华白海豚和谐共生的故事 2022年5月 中国粤港澳大湾区 天空刚开始显露出蓝色 一群中华白海豚从四面八方而来 聚集到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旁边 只为迎接新生命的诞生 这个小家伙 是家族中两年来的第一个新生儿 我们就叫它点点吧 点点是哺乳动物 和人类一样都是用肺部呼吸 头顶有心悦型呼吸孔 点点的妈妈需要24小时不间断 把它拖出水面 才能保证这个脆弱小生命的呼吸 因此它必须和母亲形影不离 稍有不慎就跟人类溺水一样 窒息死亡 为了孩子 妈妈总有操不完的心 点点一天要吃上百次奶 而且每一次吃奶的时间很短 只有几秒钟 因此妈妈一边要照顾点点 一边还要烈食 为孩子储备能量 她的乳汁营养丰富 脂肪含量达到牛奶的七倍 为点点的成长提供了充足的营养 点点这种神奇的海洋生物 属于精类的海豚客 现在全球只剩下大约6000头 被例如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宾威物种红色明露 异威名单之中 也是中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从西太平洋到东印度洋的沿岸水域 都有它们的踪影 千百年来 人类对这种神奇的生物 支支甚少 它们依然笼罩在 神秘而迷人的面纱之下 它们生活在近岸 深度不超过二十米的前海中 这是一块什么样的地方呢 江河入海口 咸淡水交汇 河流和潮汐带来丰富的营养物质 众多鱼类 底其生物选择以此为家 这里资源丰富 而且异于不失 这也是点点一家 选择再次定居的原因之一 但近海的海水 十分浑浊 因此能否学会 在能见度不高的水下觅食 这是点点生存下去的关键 中华白海豚的社会组织 建立在家庭的基础之上 这和人类十分相似 现在点点已不再是家族 唯一的宝宝 她多了几位表兄弟 年轻妈妈之间的互助 更是弥足珍贵 小伙伴之间总是互相打闹 突然间妈妈们游动了起来 一头熊海豚 无意隐藏自己 她满不经心地朝点点靠近 点点紧张地跟着妈妈 真正的危险正在逼近 这头发情的家伙 辅助了行动 点点妈妈突然向前快速游出 剩下不知所措的小家伙 独自留在茫茫大海中 点点不知道的是 她刚逃过一劫 发情的熊海豚 为了交配会攻击幼崽 使母亲保护了她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喜记中 另外一头白海豚妈妈 却永远失去了她幼小的孩子 心碎的她不停用头顶拖着宝宝 就像孩子刚出生那样 妈妈一直期待着奇迹的发生 曾经这片大海上 充满了孩子的欢笑声 她与孩子一起穿梭于碧波之间 享受着大自然的恩赐 然而命运却是如此无情 白发人送黑发人 这是世间最惨痛的遭遇之一 中华白海豚和人类一样 十月怀胎 一朝分娩 孙海豚一次只能生一个孩子 捕育小海豚的时间 为一年半到两年之间 比人类的哺乳期长 作为家中的独生子 点点得到了母亲和全家的关爱 在妈妈的精心呵护下 点点逐渐成长 她身上的颜色也会随成长 有深灰色逐渐变为白色 很像人类从黑发变白发的过程 当她在海中和伙伴追逐嬉戏的时候 身上的血管就会充血 从而变为粉红色 跟人类一样 长大了就要走向社会 独自面对风雨 随着点点成长 三岁后 母亲捕获的食物 已没办法满足她的需求 是时候让孩子去自谋生路了 离家之前 点点必须变得足够强壮 需要学会更高难度的技巧 为了把鱼群聚拢 她要学会潜入水下 从下方驱赶鱼群 与水面上的伙伴配合 把鱼群围络在一起 这种群体协作方式 不仅提高了捕食的成功率 为点点的成长提供了充足的营养 更重要的是 她和伙伴们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共同应对接下来的挑战 2023年8月 随着中国东南沿海地区 西南季风的到来 渔民迎来一年中捕鱼的黄金季节 为了庆祝这一时刻 渔民们会举行传统的开鱼仪式 他们向海神祈求 渔活丰富来去平安 十几艘船围着中心点逐渐收网 这是一种古老的捕鱼方式 每当这种时候 鱼群开始聚集 也吸引了一群饥饿的家伙 他们懂得撒网的地方会有鱼吃 点点也混迹其中 多年的学习正是为了这一刻 旁边都是跟他一样刚从家里出来的小伙子 他们带着青春期的荷尔蒙 在这片海域横行无际 带头大哥身上挂有麻绳 一看就是经验丰富的老手 他也是点点的师父 这样一帮精力旺盛的家伙聚集在一起 你永远无法想象 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他一来了 网搞得一个大窟窿一个大窟窿 本来你上一网打个十几二十条 你下一网他游一游的时候 可能一条都没有了 有的时候想躲他 就跑十几分钟二十分钟 你再一放网他又来了 老胡是珠海齐澳岛的渔民 依靠陶海捕鱼养活了一家人 鱼点点它们共享着这片蔚蓝的水域 它深知中华白海豚的珍惜与脆弱 因此在捕鱼时总是小心翼翼 避免对它们造成任何伤害 与点点它们共同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随着近海渔业资源的匮乏 情况发生了变化 为了填饱肚子 点点它们只能鋭而走险 在带头大哥的带领下 胆子大的家伙会冲入网中 而没有经验的点点只能跟在往后捡点漏网之一 这样难得的机会让它迅速成长 这难得一见的场景引起了一位科学家的关注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副研究员林文志 我们那么机械化的 就是那效率那么高的那种机械化的渔船 都已经没办法是地方谋生了 那你可以想象了对于海鲜来说 其实它们要去获得足够的营养摄入的话 其实是很困难的事情 点点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一天就要吃掉十公斤以上的食物 斑鱼 银昌 小带鱼等咸淡水鱼类 都是它的最爱 但是往往点点忙活了一天 还是甜不饱肚子 吃的东西其实比以前要更小 你要吃那么小的鱼 你可能要吃三百条 你花的时间更多 那么你花时间去社交 去求偶 去照顾小孩 那时间就会更少 与人类相似 点点它们会形成社会群体 待在一起 一同觅视游玩 周游世界 林文志在无人机的帮助下 能够清楚地从空中观察点点 这个集体的行为和数量 但辨认它们可不是看脸 而是看背棋 它们的背棋突出 位于经中央处 呈后倾三角形 每一只的背棋都独一无二 现在点点和小伙伴 已经进入了林文志的数据库当中 比如说我们今年的跟去年的 跟前年的几年的数据 比在一起之后 我们可以知道的 从每一年活到第二年的 一个存活率大概是很少 那么如果你有长期数据的话 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 到底是什么因素 造成了它的变化 这样的话就对我们的管理 跟保护非常有帮助 海洋是整个地球生态环境的缩影 中华白海豚是海洋金字塔顶端的掠食者 也是衡量海洋生态 是否健康的重要指标 点点和带头大哥追逐过往的渔船 看起来是一幅和谐的画面 但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残酷的现实 为了获得一口吃的 点点他们不得不冒险 闯入人类的地盘 在经济繁荣 人口密集的海岸线附近 他们寻找食物的难度日益增加 鱼叶雾补 船只碰撞 环境污染 都有可能让点点的布施 变得艰难充满危险 在点点生活的粤港澳大湾区 有着超过八千万的人口 经济总量超过十四万亿元人民币 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 这里是世界的工厂 海运繁忙 同时 这里也是世界最大的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拥有无人机监控 电子围栏 声纳探测等技术手段 而香港澳门也陆续设立海岸公园和自然保护区 最大限度的保护点点这个种群的安全 一路磕磕绊绊 有惊无险 点点现在已经步入了青春期 她发觉自己的身体和行为正在变化 现在她身长2.5米左右 体重约250公斤 她那脑重量和人类几乎一致 智商大约相当于三岁的小孩 左右脑可以轮流休息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一侧大脑处于深睡眠状态 另一侧则是十分清醒 她游泳速度飞快 每小时可达80公里 随着性成熟期的到来 她的兴趣开始发生变化 生命的新阶段开始了 躁动的青春期 异性的吸引力 的确令人着迷 跟人类一样 点点也会和爱人拥抱 接吻 在这个浪漫而神秘的海洋世界里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 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爱情故事 像我们诉说着 爱情的美妙和纯粹 他们将组成自己的家庭 这个家庭将随着时间的推移 日益壮大 日子就这样平静而重复的过去 2023年11月的一天 点点正跟着伙伴 一同觅食游玩 点点他们的跃动 就像是大自然的画笔 在蓝色的海面上 挥毫泼墨 他们以这种独特的方式 诠释着生命的意义 与我们共同演绎着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美妙乐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